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我們來看看立法院 昨天立法院院長韓國瑜 罕見動怒了 因為他想要建立一些 所謂的制度 而老科看起來不同意 我們來聽聽看 好 觀眾朋友到底聽得懂 聽不懂 看起來有一些混亂的 主要是韓國瑜 想要建立一些制度 因為大家可能在 發言的時候 尤其是在協商的時候 一個人講話漏漏灯 可能討論或協商不出什麼東西來 所以他希望可以建立一些規則 提了三項建議 實施單次發言五分鐘 一個人發言五分鐘 下一輪如果你還有意見再舉手 協商的時候除了黨團的三長 你要派別人 其他人也可以 只要同意就好了 想要建立一些遊戲規則 可是看起來科建明講 這個是反民主 那韓國瑜做院長做到現在 一般的評價都還算不錯 可是他說他心好累 所以黨團協商 他們要設倒數中 那想要降低所謂的 剑拔奴商的氛圍 我們看到立法院正在運作中 不過還需要說 在野黨其實有提出一個 這個國情報告的邀請 針對賴清德準總統 朝野現在無意義 禁負二讀 13號的時候會來做一個協商 協商刑事 看賴清德來 要怎麼報告 急問急答 有沒有需要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賴清德準總統來的話 他極有可能變成民選總統第一位 到立法院報告的元首 那到時候可能還有很多細節 我們可以來討論 而另外我們看到一樁爭議 是由王洪威爆料的 有人這個檢舉 說我們的準交通部部長 和這個遠東航空的前董作 張維剛的律師私下喝咖啡 私下喝咖啡 兩位在這裡談事情 那重點來了 因為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遠東航空有涉及掏空案 張維剛先生 張對不起 張維先生 那這個交通部部長王國才被問到 他是說 這個109年遠航被撤照 是由交通部跟民航局處理的 所以李孟燕沒有參與 當時李孟燕應該是行政院的秘書長 不過吊詭之處在於 這張照片是4月23號被拍下來的 而前一天 黃國昌在立法院 其實有質詢李孟燕 他說 你到底有沒有跟張維剛見面 有沒有找過 你來談遠航的相關事宜 那個時候李孟燕 展廳截鐵說沒有耶 我們先來聽聽看 張維沒有跟你提過這件事 沒有嘿 你認識張維嗎 我認識這個人 你認識這個人 是 他找你見面的時候都沒有講這件事 沒有 是沒有見面還是有見面沒有講這件事 說清楚 有一次我在一個朋友的聚餐裡面 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 只有在這個時候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是 真的嗎 是 真的嗎 我現在給你機會講清楚 是 好 張維為的事件跟這個李孟燕到底見過面 那談的是遠航的事情嗎 當時你可以看到在立法院的質詢 李孟燕其實講的說法是非常的保守 很保留 我們看到他講說是去年年底在有人的參會後 曾經跟張見面 張抱怨過遠航被撤照的委屈 可是在立法院他沒有講這個 所以前後的說法其實是不一樣的 剛剛在立法院他並沒有講到說 張有抱怨過遠航被撤照的委屈 可是後來他補充了這一句 所以中間可能有一些空間 引起外人有很多的揣測跟遐想 畢竟交通部部長這個部會很大 你要管的事情也很多 你都還沒有上任 就有一些跟業者之間交往或來往的談性 大家有在懷疑 我們先來看看遠航這件事情 其實它已經是蠻久以前的事情 那這個當時綠營的一些新貴 包括我們看到林錫耀 他曾經接受一些所謂的委託嗎 或者接受一些所謂的一些請託嗎 因為遠航出世之後 董作張剛為透過合庫前董事長 廖慘長求助當時是行政院副院長的林錫耀 而值得關注的是林錫耀的哥哥林明賢 還有他的太太黃慧淑都曾經當過遠航的董監事 所以才會有這些爭議嘛 官跟商中間的一些模糊的地帶 那個時候其實林錫耀有誠心說 那個是很久以前私人的投資行為了 這跟遠航後來2019年宣布停飛的時候沒有關聯 那當然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更加的雷清 李孟燕為什麼我們會特別把他提出來 他是賴清德非常親近的子弟兵 從他的資歷 過去的資歷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一路是跟著賴清德的 那過去其實有一些爭議 包括李孟燕曾經核准 龍旗掩埋廠水保設施許可的這個事情 環團有告過他圖利 那爭議很多新官都還沒上任呢 我們先請教龍介兄 這是你們台南的人士啊 李孟燕的個性啊 他如果真的敢跟廠商見面 以我對他的理解 90%以上是長官交半 長官交半 過去在台南他對這一塊 坦白講還算謹守奮機 那他做事 你說一個做事 當然從水利局長 我跟你講他很早就拜會 為什麼 因為當時是他從台北到台南 你看他就懂得找陳玉美 他打電話給我 那來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觀察每個首長 對於這些民意代表的需求 或是說基層里長 因為他是水利局 可是你這樣做事的方式 能夠一路到秘書長 到代理市長 然後到行政院秘書長 現在接交通部長 假如是原本他的個性的 那種作為 你說讓他 而且他是認識他的 他會跟他見面 你說認識張剛偉 對 我是不可思議 就是說知道對方是 某個標的的案子的當事人 或是說委託人 那很可能就是有人要 你去跟他見面 那你都已經是行政院秘書長 那你現在準備要接交通部長 又是主管單位 你為什麼要接交通部長 你為什麼要去 然後你又是跟律師坦 律師坦的藝術是怎樣 下指導期 以後從哪個方向來 我跟你講這個可以想得很多了 但是因為第一個 我是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事 很合理的 因為你現在等於是 就是等於投靠政治人 所以並不是專業取向 專業取向哪是去做交通部長 對不對 他的專業是水利 對 所以你這個就是被 有長官要你 是不是長官要你在就任前 先去說好 那後續 因為遠航他也是會救濟 那他又想要得到什麼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有高度懷疑 是有人 不一定長官 或者是領導中心身邊的人 那給你一個什麼訊息 或是說要你去了解 了解都不行的 你怎麼這個時候 你就公布門 不然你可以邀請他 到你的辦公室來 對不對 登記嘛 今天來談什麼 所以我對他的理解 不應該會有這種事發生的 所以事出必有因 這個後續要關注一下 更嚴密的關注 那你說這個 昨天的協商沒有那麼嚴重 我一直在講 那你看今天總算有一個 比較圓滿就是說 早我就跟你說兩千條會來 為什麼 也只是柯總召 他們不願意面對 他現在是實際的不夠半 所以每次在協調的時候 像他最後講說 我知道投票會輸 你就要讓我們暢所欲言 為什麼暢所欲言 你知道今天早上本來我下午是不能來 為什麼 我光看那個登記發言 一百四十幾個 一百四十幾個 一個人三分鐘就好 我讓你暢所欲言 就夠危險 十二點魚了 你敢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這是杯葛 手段的一種 但是透過協商 因為你重要是 你們根本沒有問過賴清德 他就很想要來 你覺得他也動動動 你是在動 你覺得他太想要來 他很想要來 你不理解他 他從四十趴 他不來 他就不可能到五十一 他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對不對 而且他也還沒有表達什麼 那在520他願意說什麼 這聽其言觀其行 那你總不能他還沒來 他們就是怎麼樣 還沒來就想要動 然後再也有的是 他還沒做就想要講 這個就變成 這一次就這樣 所以這一段時間 不斷在立法院搞一些 有的沒有意義 韓國瑜是這樣 他風度是很好 這樣你講 每次講的又講 這是杯葛 所以才會有這個新的規則 五分鐘 五分鐘到今天換別人講 消消火器 因為協商就是這樣 這才叫協商 所以我認為這個 從立法院生態的改變 然後到新內閣準備要就職 沒得沒得出 其實我本來對新內閣 還滿有期待的你知道嗎 那我現在就回去想說你當時在當任秘書長的時間 你說遠航的事你沒差我不相信 而且他怎麼可能不知道遠航的事 我跟你講 秘書長是搞不好有時候比部會單位的業務主管的機關的首長還更深入 因為他必須讓院長時時刻刻全面掌控 你為什麼要撇得一乾二淨 反而在這個時候會有露線 我跟你說 我看的事情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過程是怎麼樣 我們大概理解 但有業務主管單位 所以這個這邊露線了 我才會懷疑他後面這個動作是有長官 或是有長官身邊的人交叛 撇得很乾淨 反而覺得怪怪的 來 請問景榮老師 這個李孟宴你看他這一連串的說詞 我就四個字胡說八道 第一個你看李孟宴說什麼 黃國昌也好 王鴻威也好 是在惡意影射 各位沒有影射 這兩個立法委員 直接在監督你這個行政院秘書長 未來的交通部長 然後影射 人事時立物 黃國昌說得清清楚楚 就問你一件事 4月22號的時候有沒有 他到時候問 你到底認不認識 遠航的張崗瑋 然後剛才你看 李孟宴回答得支支吾吾 更誇張的是 4月22號立法委員黃國昌問完 4月23號 他馬上去找了張崗瑋的律師 找律師見面喝咖啡 各位你看那張照片 你是不是看到很多貓膩 第一個堂堂行政院秘書長 一個人完全沒有帶任何公務員 沒有任何助手 一個人跟對方 當事人的律師單獨喝咖啡 各位拜託 我一個大學教授我要指導學生 尤其是女學生的時候 不但在公開場合 我一定會帶助理 一定會帶第三者 怎麼可能堂堂的習政院長 單獨跟對方的律師 習政院秘書長 對啊 很誇張 而且你去聽他講 他之前說什麼 因為是之前在公開場合見面 聽到張崗瑋抱怨遠航被撤照的委屈 原來你是來聽委屈的 那如果聽委屈 怎麼不是找當事人本人聽委屈 而是找對方的律師呢 很明顯的嘛 這只有兩個可能 4月22號黃國昌問完 4月23號你馬上找了對方的律師 來單獨喝咖啡 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瞭解案情 找對方的律師來看 用什麼樣的訴訟手法 會對張崗瑋的案情有幫助 第二個我講更難聽一點 這是不是串供 怎麼可能昨天立委質詢 你答不出來滋滋烏烏 第二天就找對方律師來 難道你跟他律師很熟啊 還是那個律師長得很漂亮 很像曉筠 然後你就像那個陳仲彥 找曉筠那樣嗎 不是嘛 他是男的 對 你們目的是什麼 對 就沒有私教問題 怎麼會單獨跟律師這樣見面 所以不是訴苦 然後又毫無避嫌 如果像裡面有一句更噁心 你去看新聞上 李孟彥表示 因為有立委在內政委員會指控他 他才會約界張崗瑋的律師 於公開場合見面 還重申尊重司法立場 並強調他之前沒有 以後也不會涉入任何指示 各位 就算是這個遠航的律師 跟你做選民服務 你說 把他叫過來跟他說 我跟你講 你要選民服務成型 我跟你講 我絕對不會涉入 你今天是白來了 你來了沒有用 我完全不會干涉 請你回去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把對方律師 約到公開場合講這樣 如果李孟彥要講得 這麼大意凛然的話 他為什麼不在政府觀光室 直接講 我現在給我們 習政院同仁 交通部的同仁看 就算有業者律師來 我還是秉持立場尊重司法 絕對不會涉入 你要講這麼更免堂皇的話 你應該在政府辦公室裡面 怎麼會私底下約 完全沒有唐人 沒有公務員 其他公務員在場的情況下 講這種不能公開的話 請李孟彥秘書長 未來首項部長 還有時間 趕快說清楚 你跟對方的律師談了什麼 跟案情有謀關 到底有沒有參考 是 來 貴文兄 這交通部這事情 但不會有後續 就是說這個 當由蔡總統跟賴總統交接的時候 這些司法檢調這些東西都會交接 然後都會繼續由賴清德來掌控 手段只會更兇殘 不會比蔡英文好 所以剛剛農介兄 他說他對新內閣有期待 我說我是聽不到 對新內閣還有期待 你會懷念蔡英文 你也懷念陳建仁 甚至你會懷念蘇貞昌 我跟你講 很快 反正下下禮拜一就520了 我多說這個也沒什麼意思 沒關係 那個潛質是這樣 因為草野協商有三種 然後韓院長要建立一個新的遊戲規則 基本上就邏輯就不通了 因為他有三種草野協商 然後韓院長昨天講說 我沒有問周恩來 因為柯建民罵周恩來 他說我沒有問周恩秘書長 我說我自己決定了 那就慘了 因為至少你要有三種遊戲規則 去配那三種草野協商才對 所以韓院長的這個 應該先問問周恩秘書長的 秘書會比較好 我點到為止 我不要講太難聽 觀眾朋友是這樣子 就是說國民黨在立法院 當然他們昨天草野協商 就是談這個 環島高鐵 花東快 還有國道6號 然後草區罵來罵去 你看這個中國18代表提起說 綠要硬幹 我想 奇怪 是國民黨跟民眾黨聯手要通過的 怎麼是綠要硬幹 你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硬要通過這個 而且黃國昌的要求是說 不能舉債 不能用特別預算 那我想請問黃國昌 你不舉債也不用特別預算 我們花了哪來的錢 你要叫我用BOT 那我問你 沒有啦 用到那裡 我也知道BOT 在台灣就沒成功過了 你跟我說帶一個BOT有成功 BOT最終於都是黑黑黑 所以你看蘇晉昌 他在友台專訪他說什麼 蘇晉昌做過新政院長 他就說民進黨在國會沒有過班 蘇仁昌憂心忡忡 他說其實是很困難的問題 不是沒有問題 因為蘇晉昌為什麼 他在李煥昌會橫著手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在國會 是60幾期 民進黨是過半的 可是當民進黨在國會 沒有過半的時候 就會是很困難的問題 不是沒有問題 觀眾朋友 你看這兩任的行政議長 陳建仁跟佐龍泰 下禮拜就要準備交接了 就昨天還大合照 要謙卑的面對國會 我就請問大家 蘇貞昌也好 陳建仁也好 合成謙卑的面對國會 連陳建仁都會電國民黨的立委 你們不是說陳建仁是什麼 什麼什麼盛歧視什麼 比較溫和 陳建仁也很怕 他有真的有謙卑的面對國會嗎 其實是沒有 他還要證明說民眾的選擇是明治的 你也好的 這怎麼可能 所以你看那時候 那個陳建仁說什麼 賴清德說的都很白 他說三黨不過辦不是問題 我有民意做後盾 我怎麼會是問題 賴清德根本不怕 最了解賴清德的人 就坐在我左邊 龍介兄就最清楚 所以你看國民黨之前 在立法院搞的這些東西 我就舉這個例子好了 以後條件 電價要立法院同意 你覺得賴清德會投降嗎 好 我賴清德 辛辛苦苦當上總統了 電價調不調 有你立法院來同意 有你國民黨跟柯文哲的民眾黨 來決定電價調不調 如果這個真的成真的話 那我賴清德選總統幹嘛 總統當謝榮介來做就好了 你也好了 不可能 不可能 這就是專家 一身監督賴清德一人的專家 賴清德是不會妥協 賴清德不會投降 賴清德是一個很扭的人 所以你會懷念蔡英文 好 那我們就等著看 好 來 進一下廣告 對話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